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至此 台当局所谓邦交国 仅剩12个 当地时间15号 脑弩政府发布声明 宣布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与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声明称 脑弩政府按照联合国2758号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脑弩即日起断绝与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 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 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 据了解 脑弩共和国位于中太平洋 陆地面积21.1平方公里 人口约1.3万人 自2016年蔡英文上台以来 台湾当局已陆续失去10个所谓邦交国 目前台湾所谓邦交国仅剩12个 对于脑弩宣布 跟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你与中国复交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15号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历史和法理的事实 也是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 我们对有关国家圣应大事 做出正确抉择表示赞赏 事实一再证明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针对此事 在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 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 脑弩作为主权独立国家 宣布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愿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 中方对脑弩政府决定 表示赞赏和欢迎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已为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所确认 使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中国已同全世界18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脑弩政府决定同中国复交 再次充分说明 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中国愿同脑弩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脑弩政府宣布与台当局 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引发岛内震动 据多家台湾媒体报道 台外市部门副主管田中光 15号举行记者会 证实了这一消息 并宣称 今日起也终止和脑弩共和国的 所谓外交关系 田中光还转述称 人在威地马拉的台外市部门主管 吴钊燮在得知消息后 非常愤怒 台外市部门副主管田中光称 脑弩当天通知台当局 所谓断交的时间点 是很突然的突袭式的 大概在台湾当地时间 11时45分 而且对方已不愿见 台当局的所谓驻脑弩代表 可见心意已定 田中光还提到 在得知消息后 他们第一时间就向 台外市部门主管吴钊燮报告 吴钊燮对此非常愤怒 因为吴钊燮花了 非常非常多的心思在挠炉 吴钊燮对所谓断交仪式的反应 引发岛内网友关注 有人在台媒报道的评论区 嘲讽吴钊燮 能力不大 脾气不小 只会撒谎 掩饰无能 还有网民对所谓断交表示 不意外 这只是开头 台湾中广公司前董事长 赵绍康15号表示 他要郑重提醒赖清德 未来承担台湾地区的 外事和两岸关系上的高危险期 不能光靠口号 要有能力应对危机 他呼吁 冻结民进党的所谓台独党纲 应是赖清德拆除两岸 和外事危险信号的第一步 2024日台湾地区 两项选举结果出炉后 美国总统拜登 当地时间13号 在受访时强调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但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派出 非官方代表团 于14号晚间抵台窜访 并于15号 分别与蔡英文 赖清德见面 面对记者提问 拜登不假思索的重申 不支持所谓台独 但在台湾地区选举结束后 拜登就派遣了一个 非官方代表团 于14号晚间抵台窜访 窜访团成员包含 民主党籍前副国务卿 斯坦伯格 以及共和党籍前 国家安全顾问海德里 所谓美在台协会主席 罗森伯格陪同 15号上午9点半 窜访团一行 与蔡英文进行会面 新的一年 台湾将展开新局 不变的是 台湾必须持续进步发展 参应文与美方窜访团 一唱一鹤 然而美方的这一席话 被外界解读为 对赖清德存有疑虑 在结束与蔡英文会谈后 参访团又前往民进党中央 与赖清德肖美琴会面 会面中赖清德声称 将持续捍卫台海和平稳定 同时鼓噪美国继续支持台湾 对于此次美方代表团 以所谓非官员 私人身份窜台 有台媒指出 2008年岛内选举结束后 所谓美在台协会主席 就曾抵台窜访 但并没有前官员参加 更没有选举结束后 就抵台的状况 中国国民党新民代 王宏威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 重申美国不支持台独 加上即刻派 所谓非官方代表团窜台 这非常明显地印证了 之前盛传的依赖论 美国就是会担心赖清德 走偏锋或暴冲 王宏威强调 美国应该是要向赖清德重申 不希望赖清德 走所谓台独路线 这些陆陆续续的动作 就是在做所谓危机管控 1月15号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主持例行记者会 会上多名记者就涉台问题 向发言人提问 中方密集回应 会上有记者提问 2024年台湾地区 两项选举结果揭晓之后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娃表示 俄方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 并且呼吁所有外部势力 不要采取破坏地区稳定 和国际安全的挑衅行动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毛宁表示 我们赞赏俄方表态 事实上不仅俄罗斯 还有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 包括印度尼西亚 越南 柬埔寨 老挝 孟加拉国 菲律宾 斯里兰卡 尼泊尔 南非 埃及 埃塞俄比亚 金巴布韦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白俄罗斯 塞尔维亚 匈牙利 巴布亚 新几内亚 古巴 委内瑞拉 上河组织 阿拉伯国家联盟等等 以发表声明 新闻公报 答记者问等方式 公开重申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方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反对任何形式的态度 支持中国统一大业 这是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 和平之声 体现了国际社会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广泛共识 代表了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 我们感谢这些国家 对中国正义立场的理解和支持 还有记者提到 美国窜访团15号 在台湾地区会见赖清德和蔡英文一事 对此牟宁表示 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台 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方式 任何借口干涉台湾事务 我们敦促美方务必认清 台湾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和敏感性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将美国领导人多次重申的 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不寻求把台湾问题 作为工具遏制中国等承诺 落到实处 慎之又慎处理涉台问题 不以任何形式虚化掏空 一个中国原则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面对国际社会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 普遍共识和稳固格局 台湾岛内的民进党当局 仍在谋独挑衅 台湾事部门诡辩称 大陆方面就台湾地区选举 发布的有关答问 重谈台湾问题 是中国内政等言论 所谓不符合国际认知和两岸现状 呼吁北京当局尊重选举结果 面对现实 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台独谬论 我外交部严正驳斥 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 不管选举结果如何 都改变不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改变不了国际社会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 毛宁表示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80年前 中 美 英 三国发表开罗宣言 明确规定把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台湾 归还中国 此后1945年中美英苏联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 开罗宣言条款必将实施 日本则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一系列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 奠定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历史与法理根基 尽管海峡两岸尚未统一 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 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法律地位和事实也从未改变 这就是台海问题的真正现状 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 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 2024日台湾地区两项选举落幕后 多国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脑鲁政府更大动作宣布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与台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相关消息持续引发岛内震动 今天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 脑鲁同台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给了新当选的赖清德一个下马威 赖清德必须回应台湾高达六成民意 对两岸和平避战恢复交流 不走对抗之路的愿望 文章指出 回看这次选举 赖清德的所谓台独色彩 他藐视战争风险 都是蓝白阵营强力批判和质疑的重点 民进党在选前大打所谓的大陆界选牌 不仅凡事归咎大陆 连基层里长学者等 只要到大陆交流 就会遭到检调约谈起诉 给两岸人员往来制造障碍 而最终的选举结果显示 台湾有六成的民意 不支持民进党 也就是不支持民进党 当局八年的两岸路线 当民进党沦为 缺乏民意基础的少数施政 赖清德必须正视 六成民意的两岸和平诉求 两岸事务大权 由不得他专断独行 毕竟台湾民众 无需承受赖清德 一个人制造的灾难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 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树立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品质生活 甄选好物 大家好 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铁峰 睡觉这个事啊 您还真得重视 因为夜里是人体排毒事件 同时也是人体细胞代谢生长的事件 长期睡眠不好 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啊 草籍药糖酸道仁 胺睡膏 富含酸道仁 福灵 百合 黄金 桑肾等7种中草药 48小时慢火熬制 每瓶300克 原价198元 今天好物推荐 值价169元 每瓶仅需29元 六瓶为一组 优惠套组仅有200组 建议多组订购 赶快拨打电话 订购吧 夜里是人体排毒事件 同时也是人体细胞代谢生长的事件 长期睡眠不好 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啊 理想的睡眠是一沾枕头就能睡着 每天睡眠能增加几小时 这样的睡眠给做金山都不换呢 我向您推荐草级药糖酸道仁安睡膏 它是浓缩的酸道仁精华 更好吸收 而且搭配了福灵 百合 黄金 桑肾等 七味中草药 高仿采用文火慢炖48小时熬制 每瓶300克 原价要198 今天好物推荐给您 直降169元 每瓶仅需29 六瓶为一组 优惠套组马上就要受空了 建议您多组订购 长期服用 赶快拨打屏幕电话订购吧 百年传承 向遇中外 现在黄 张欣宇 梁洪 探索世界的脚步 从未停止 两个古老文明的诗歌随风飞扬 足球少年的未来正在孕育 战区的孩子们放飞了风筝 也放飞了梦想 关于希望和快乐的故事 仍在每天上演 一口上好家 一路好心情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并级直播的 海峡舞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赖清德赢得2024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岛地人士对未来两岸关系 忧心忡忡 台湾旅行业者呼吁 赖清德上任后 要好好思考两岸观光策略 赶快恢复大陆游客 赴台旅游 软嫩牛肉搭配面条 林东方牛肉面在台北知名度很高 好几年前曾是陆客来台币吃美食 还有这包装精致的凤梨酥 也曾是陆客最爱买的伴手礼 但是民进的当局迟迟未恢复大陆游客赴台旅游 台湾旅游业的寒冬还未结束 迫于现实压力 业者只好拓展其他客源 弥补陆客不来的损失 但如今民进党再度赢得选举 业者担忧 联岸关系恐难改善 据台观光部门统计 去年1至11月 来台旅客为567.2万人次 其中港澳地区游客占最大宗达105万人次 其次是日本 韩国 美国 越南 泰国 而曾是最大主力的大陆游客 在2019年还有271.4万人来台 去年只剩下19.3万人次 我们只有开放了旅居海外的 在大陆旅客来台 但这个量非常非常的少 再来就是我们在2023年的 这个旅客的这个结构 港澳的旅客 港澳来台 还有东南亚旅客来台是最多的 反观出境部分 在同一时期 台湾民众出境旅游为1074万人次 其中前往日本多达383万人次 约占35% 对此 有岛内旅游业者私下抱怨 去年台湾对各主要旅游市场 几乎都是逆差 光是1至11月就高达500万人次 尤其台湾地区与日本之间 一来一往就出现300万旅游人次的逆差 业者指出 民进的当局去年一被问到 何时开放大陆游客来台 就跳针班回答要所谓对等 业者质问 既然要谈对等 那要不要限制台湾旅客赴日 陆委会就是在蔡英文的这几年的执政当中 这个大观察将是负责 专门负责跟大陆吵架的那种感觉 未来应该在重新阻隔之后 陆委会他是不是能够务实地 跟大陆展开对话 但我们希望说我们 据不完全统计 如果开放陆客来台旅游 将可以带来约 2218亿远新台币的收入 对于台湾观光业者 无疑是雪中送炭 然而赖清德的上台 让嗷嗷待哺的台湾观光业者 离希望的曙光 似乎又远了一些 综合台媒报道 中泰联合制作的音乐类真人秀节目 《创造营2024》将于2月开播 1月15号 节目组公开了69位参赛者的形象照 其中可见台湾艺人 欧阳弟弟的身影 他本人也在社交平台转发 并在配文中 以中英文双语的方式表示 我是欧阳弟弟 来自中国 欧阳弟弟以英文名滴滴参加节目 台湾东森新闻云描述称 在形象照中 欧阳弟弟一头飘逸的波浪长发 并搭配蝴蝶结辫子 甜美又可爱 他在配文以中英文双语的方式写道 这是我们的时刻 我是欧阳弟弟来自中国 请来支持我吧 台湾TVBS新闻网称 欧阳弟弟的姐姐欧阳娜娜 也在社交平台上转发该贴文 为妹妹打气 欧阳弟弟发文被台媒报道后 在岛内引发讨论 不少网民在相关报道评论区留言 发表自己的看法 有网民表示 他没说错 也有人夸赞欧阳弟弟 佩服比那些不敢表态的艺人好多了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品质生活 甄选好物 大家好 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铁峰 睡觉这个事啊 您还真得重视 因为夜里是人体排毒事件 同时也是人体细胞代谢生长的事件 长期睡眠不好 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啊 草籍药糖酸道仁 安睡膏 富含酸道仁 福灵 百合 黄金 桑肾等7种中草药 48小时慢火熬制 内瓶300克 原价198元 今天好物推荐 值价169元 每瓶仅需29元 六瓶为一组 优惠套组仅有200组 建议多组结构 赶快拨打电话 订够吧 夜里是人体排毒事件 同时也是人体细胞代谢生长的事件 长期睡眠不好 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啊 理想的睡眠是一沾枕头就能睡着 每天睡眠能增加几小时 这样的睡眠给做金山都不换呢 我向您推荐草级药糖酸道仁安睡膏 它是浓缩的酸道仁精华 更好吸收 而且搭配了茯苓 百合 黄金 桑肾等 七味中草药 高方采用文火 慢炖 48小时熬制 每瓶300克 原价要198 今天好物推荐给您 直降169元 每瓶仅需29 六瓶为一组 优惠套组 马上就要受空了 建议您多组订购 长期服用 赶快把打屏幕电话订购吧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集直播的海峡舞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夫妇 被控贪污公务机要费 1亿多元新台币 民进党以施政优势 修改相关条例 为其除罪后 陈水扁涉探的另外4个案子 也因病庭审中 然而陈水扁近日却被发现 担任女儿陈姓渝的诉讼代理人 为其牙医诊所的医疗纠纷官司 进行辩护 岛内法律界质疑 因病不能出庭受审 却能帮女儿打官司 陈水扁是否在玩弄司法 逃避刑责的 据报道 陈水扁在2015年服刑时 以失致帕金森症尿失禁 以及有生命危险为由 获准保外医治 所涉贪污等五大弊案 也随之庭审至今 但他重获自由后 不止到处现身 也曾主持广播节目 及站台助选 本月13号 他还自行主拐杖 步入投开票所进行投票 不仅如此 陈水扁近来还被发现 担任女儿陈杏瑜诊所的诉讼代理人 帮忙出庭打赢官司 据台湾《镜周刊》报道 陈水扁的女儿陈杏瑜 在2021年遭周性患者指控 医疗疏失 陈水扁在2023年7月19号 及10月20号 以陈杏瑜代理人的身份出庭 这也是陈水扁自2015年因病庭审后 首度站上法庭陈述 该媒体爆料称 陈水扁在法庭上替女儿答辩时 思路和口条清晰 在最后议庭时 更是滔滔不绝 讲了近20分钟 之前他自己的刑案 之所以可以停止审判 是因为法院拿到医生的证明 证明他在法庭上面 是一个心神上司的状态 所以他并不知道 法院开庭到底在开什么 可是他居然可以到民事庭 然后帮他女儿来当诉讼代理人 那在法律上面 你能当诉讼代理人 代表你在法庭上面 是可以跟法官沟通 你显然是意识清楚的 那既然你意识清楚 你刑事庭的案件 自己被告的刑事案件 当然你有应诉的能力 有去开庭的能力 然而对于陈水扁 是否践踏法律红线 台中监狱方面却模糊回应 这个没有这么详细的规定 这个所以我们还在进一步 去做一个了解审查 一个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分割 说我去开刑事庭 我就是心神上司 我去帮女儿开民事庭 我精神很正常 甚至我还有法律的专业 所以在这个矛盾之下 我想在刑事庭的部分 应该要重新对陈水扁先生 去做精神鉴定 看重新鉴定 他是否已经适合再到法院去 做审判了 据了解 陈水扁女儿陈幸宇 所设的医疗纠纷诉讼 已被上诉台南高分院 预计今年2月开庭 届时陈水扁是否再度 作为代理人出庭 外界都在等着看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腿脚发软 腰杆无力 关节不适 这人老了呀 为什么井家腰腿老出问题啊 原因之一 您的骨骼变疏松了 试试优刃集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优刃集牌 三栖安糖骨碎骨胶囊 有三栖 葛根 骨碎骨 还有安糖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含七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安糖 三栖 葛根 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循环 再把钙 安糖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便秘了 骨骼更有劲 可以试试吗 井间腰腿有问题 可以先体验 只需9块9 整整60例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抗疏松 抢骨骼 就用优刃级 专为中老年研发 老虎老 以及人之老 弘扬 敬老爱老 新风上 哎呦 妈 腿脚没劲 是不是骨骼变疏松了 骨骼变疏松 事实优刃级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优刃级牌 三栖 鞍糖 骨碎骨胶囊 有三栖 葛根 骨碎骨 还有鞍糖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含七样 不是简单 补钙补鞍糖 我们的骨骼 通过密密麻麻的血管 来获得营养 老年人 容易循环不畅 三栖 葛根 骨碎骨 先作用于骨骼循环 再把钙 鞍糖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便秘了 骨骼更有劲 优刃机推出 九块九体验活动 颈尖腰腿有问题 可以先体验 只需九块九 整整六十里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烫疏松 强骨骼 就用优刃机 专为中老年研发 孙老为德 敬老为善 妈 你腿脚不好 多补点 和您的儿女一样 我们希望您腿脚有力 腰杆挺拔 颈尖灵活 所以优刃机 一直坚持九块九体验活动 优刃机排三栖 鞍糖骨碎骨胶囊 有三栖 葛根 骨碎骨 还有鞍糖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含七样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您记住了 优刃机 九块九 可以先体验 九块九 能吃几天呀 整整六十粒 可以吃十天 包邮到家 不满意能退吗 不满意 能退货 你们做儿女的 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 骨骼长保养 一定要坚持 抗疏松 抢骨骼 就用优刃机 专为中老年研发 玉枝林药业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 并集直播的海峡舞报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据朝中社16号报道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 15号发布决定 废除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 金刚山国际旅游局等 朝韩事务机构 报道说 该决定指出 近80年来 朝鲜统一祖国路线 是基于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两个制度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韩国则将 吸收统一 体制统一 定为国策 与他们打交道 永远不能实现国家统一 朝中社报道 朝鲜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 第14会议 1月15号 在首都平壤 万寿台议事堂举行 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发表施政演说 强调增进人民福利 并分析评估半岛安全形势 会议还审议并通过了 朝鲜2023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总结 和2024年国家预算 好的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当地时间16号凌晨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 埃尔比勒发生多起爆炸 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伊拉克安全部门人士的话 报道称 多个爆炸地点位于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 袭击造成至少两名平民死亡 另有7人受伤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 对袭击事件负责 称其用弹道导弹发动袭击 目标是该地区的反伊朗间谍组织的总部 当地时间15号 以色列军队继续空袭加沙地带 并推进地面行动 造成数十人死伤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 以色列军队从当天凌晨起 密集轰炸北部加沙城多个区域 并对南部城市汉勇尼斯发动空袭 此外 以军还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的难民营 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白日之际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5号再次呼吁 立即在加沙地带实现人道主义停火 好的 今天的海峡舞报就到这了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海底公园迎来新成员 直升机调运12 最优雅的方案 却为什么不得不放弃 改造水上飞机 又遇到了哪些挑战 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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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手 地球之急 旅行第八季 东南卫视 周二版21点20分 保护环境 张兴宇 梁胡在行动 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弘扬 敬老 爱老 新风上 力行节约 反对浪费 保护生物多样性 珍爱森林 珍爱湿地 美丽家团 美丽家园 精心呵护 安全 连着生命 安全 连着幸福 安全 连着强大 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 女子旁 一个马 妈妈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 是妈 我教妈妈在手机上 打出的第一个字 是R 虽然 她还是常常打错字 很多的努力 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有什么人 可是她 נרא着 梁胡买 燙 空 流 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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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